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美慧 今天呢是2017的最后一天 等一下我要跟朋友出去跨年 所以呢,我决定以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的形式 跟你们分享一个我的年度最爱用品 首先呢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洗过脸了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亚斯兰袋的洗面奶 它这个我之前有在护肤视频里面讲过 就是它的泡泡是蛮细腻的那种 我会个人蛮喜欢的 所以我还蛮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用这个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戴上了我的领先镜 之前你们有人问我美瞳是什么牌子 可是我好像没有回答过 我一直都是在用这个叫做Fresh Chrome的牌子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里的 因为我每次都是在新加坡买的 新加坡的一些眼睛店啊什么就有的卖 我是个人是觉得比较放心 因为它质量还蛮不错的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不会觉得干涩 而且它的那个直径比较小 因为我不太喜欢太大的美瞳 然后它的直径是14mm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14.2 颜色呢我也是选的是深咖啡色 因为我觉得蛮自然的 然后也比较符合我自己本身的眼睛的颜色 嗯那美瞳就是这个Fresh Chrome 好了接下来呢我就要护肤了 其实之前我在护肤视频没有讲过 我今年用的最多的是亚诗兰黛这个红湿流的套装 这个呢是爽肤水 这个是早霜 它比晚霜要轻薄一些没有那么厚重 然后精华我用的是自身糖的这个红腰紫 这个是我用了好几年的了也是 我觉得特别好用 OK那我现在已经完成护肤了 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化妆 今年的底妆用品呢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Laura Monsieur的妆前髓和这个Dior的粉底液 呃 关注我久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 Dior粉底液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差不多两三年了吧三年了 因为到现在我没有找到更适合我肤制的一个粉底液 所以呢我现在暂时还是最喜欢这个 上一年我的年度最爱用品有讲过 就是它配上Dior Dream Skin的那个妆前乳 真的效果非常棒 我很喜欢 可是呢那个妆前乳虽然太贵了 一瓶差不多要一千左右 而且我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换了这个 Laura Monsieur的妆前乳 它是也很滋润 它出来的样子是这样子的粉嫩粉嫩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修复肤色啊 什么之类的那种效果 但主要就是滋润 呃因为我就是比较需要保湿的那种 所以我就一直是用这个 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茶二合没有茶 肤色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它主要就是保湿 真的很棒 我这一瓶又用完了 已经没有了 好难挤出来 然后呢就是遮瑕了 其实遮瑕不是我每一次都会有的步骤 第一呢就是因为懒 第二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不讨厌我的雀斑 然后也不太想去遮它 呃那我唯一可能遮的就是黑眼圈 因为我有时候睡觉会睡不好 或者是说熬夜啊什么的 然后黑眼圈就特别重 我一般都是用美妆蛋的头去沾它 然后这样遮 就遮眼睛这下面的部分 然后直接遮到就是这边 刚好也有个高光效果 眉毛呢其实我还是用的是Benefit的美部产品 可能关注我的眼睛挺腻的 因为是从2016说到马上2018了 可能我这一年还会再用 我觉得笔状的这个笔它就下手容易下重 因为它是类似笔那样 如果你画很深就感觉有点不自然 但是呢如果你用一眼开来就还蛮好看的 OK眉毛画完了 然后就是眼影 呃眼影呢我真的没有办法选出我最爱的那一排 因为我真的 我是个眼影迷 因为我很喜欢收集眼影 可能别人喜欢收集口红 我是对眼影有种痴迷 我还蛮喜欢画眼妆的 所以呢我选了四个 我今年最常用 然后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眼影吧 OK第一个呢就是之前有推荐过这个 Tom Ford的裸色眼影 这个是3号 然后它里面是这样的 这里不见了是因为我之前在冰岛车上化妆 然后可能抖抖抖抖掉了 然后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发现 怎么有一个不见了这样 然后很伤心 这一盘真的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它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很深色的眼影 那种深咖啡色吧 Tom Ford的粉质真的非常细腻 会让你觉得你的眼妆很精致的感觉 OK下一盘我真的很喜欢的是 这一盘Charlotte Tibery的 紫色眼影盘 它有点像Tom Ford的Honeymoon 但是比它会自然很多 而且我很喜欢它 它不会太夸张 但是又不会说太普通 你懂了就是那种普通加夸张 中间的那个程度就是刚刚好 这一盘的色号呢叫 The Vantage Vamp Vampire可能是那种有点吸血鬼的颜色吧 然后接下来呢也是Charlotte Tibery的眼影笔 这两支是我今年九月份才买的 但是我基本这三个月都很经常很经常的用它 它让我想起了我十八十七岁的化妆风格 因为那时候化妆还蛮浓的 你懂呢这种少女啊 它这个就是眼影笔 它就是打开这种笔状的眼影 然后跟普通的眼影有点不同的是 你不需要大范围的去涂它 只需要涂就是到双眼皮折皱这个地方 就是涂一点点就好 然后会让你的眼睛一下子变大超多 真的非常好看 最后一盘呢就是这个NARS的眼影盘 它是双色的 这一个呢是香槟色做打底 然后这个是有点那种橘棕的颜色 然后去加深眼尾这边 我特别喜欢这一盘 是因为它真的擦下去很有气质 而且它不会就是让你觉得眼妆很重啊 什么就会满淡的 嗯我觉得这盘呢是我今年也很喜欢用的 然后今天呢主要是要出去参加聚会 那么我就用这一支Charlotte Chibery的眼影笔 去作为今天的眼影笔 首先呢我会先打一个底 就是用任何一个就是 任何一种颜色吧 就是稍微先把眼窝这边打个底 这样子就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好像说这里黑一块或干嘛 对嗯我就先打个底这样 2017最喜欢的眼线笔就是这两支 这支是Kiss Me的眼线叶 然后这一支呢是Charlotte Chibery的眼线笔 眼线叶呢我用的是黑色的 特别好用特别好画 就不容易画歪 而且它性价比巨高 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一支五六十块吧 嗯非常好用我很推荐 然后呢这支Charlotte Chibery的眼线笔呢 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 可能最近几个月吧我一直都有在画它 现在呢已经画完了棕色的眼线 它真的就会让眼睛特别用神 OK接下来呢就是直瞬秀的眼睫毛夹 这个真的是我的心头好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它是很贴近我的眼型 然后可以把睫毛夹的又卷又翘 然后很好涂睫毛膏 那睫毛膏呢我用的是 这个Kiss Me的睫毛膏 也是说很多遍的 呃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也会变成我2018的爱用品 因为我今年一整年都是用这个 完成了 印的话呢我用的是NARS的 这个叫什么 Olympia 膏光的话呢我用的也是这个 Laura Monsieur的它这个光膏 呃什么光膏啊 它这个粉质超级细腻 然后呃是有点那种珠光感觉 可是不会让人觉得太夸张 我的膏光刷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我就用手去弄 嘴巴呢会开在颧骨的这个地方 还有眼角 还有眼角 还有眉骨这里 灾红的话呢我还是最喜欢这个MAC的灾红 应该是Style的色号 它是那种珊瑚色 很喜欢很容易上色 然后我是喜欢这种偏橙的颜色 显得比较健康 然后把我打在眼睛上面 OK 最后一个呢就是唇膏 口红的话呢我觉得很难选出最喜欢的那个吧 不过如果非要我选的话呢 呃可能我会选这一支Dior的625 这支是我9月份买到现在 基本天天都在擦的一支 无论是淡妆浓妆 然后上学 然后出去玩 我都是擦这一支 对 真的很好看 擦在手上呢 它是这种比较 呃 偏红的豆沙色 可是上嘴真的非常有气质 最后一步呢就是定妆了 这个是Makeup Forever的定妆散粉 我之前也是有推荐过 呃 用了蛮久的 它是这样子的 我差不多快用完了又 呃 对 然后抖一下 它就是让你的妆容有那种雾面仰光的感觉 就感觉特别干净 好啦 那这些呢就是我2017年最爱用的化妆品分享 那么我现在呢就要去折头发和换衣服了 然后 下期视频是 那应该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的Dior 所以呢我会 啊 把自己的指甲 所以呢 所以呢我会就是喜欢把自己的眉 所以呢我会喜欢把自己的指甲 所以呢我会喜欢把自己的指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